郭董現在人不在台灣 他在日本 然後在日本的時候 他在臉書發了一篇 讓大家覺得說 他是不是還沒有 對2020完全鍛念 結果我們的友台一電視 馬上獨家 你看頭條獨家內幕消息曝光 郭董遇參選拼理想 我還講出來說 他什麼時候準備 然後什麼競選團隊 都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一定要準備 選到2020的樣子 其實我們覺得很奇怪 真的是這樣子嗎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你知道他的幕僚 核心幕僚 這劉友彤馬上就跳出來否認 說根本沒這回事 什麼 劉友彤居然否認 他說我已經要求一電視更正 老實講 我覺得你們的力道 可以再大一點 因為以前鴻海集團如果遇到 他們認為不是事實的報導 對 基本上是告 200個律師團 而且假扣押 對 這一點是最厲害的 不過假扣押練懂真的有點難 所以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至少我覺得 你們如果真的要展現決心 可能動作可以大一點 但問題來了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真的假的 假設是真的的話 那為什麼劉友彤否認 那如果是假的的話 那就奇怪了 人家明明沒有要選 你練懂為什麼一直要叫人家選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難道是因為說 我們都知道 之前也講過好幾天了 練懂有錢好貴合併案要進行 然後他高雄很多筆土地 也需要靠中央政府幫忙 所以是不是因為 你必須要靠中央政府幫忙 所以你必須要營造一個 有利蔡英文的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如果郭董參選的話 那這樣子就可以拉掉 國民黨的支持率 那蔡英文的勝率就提高 他勝率變高了 對啊 那難道我們的 練懂也是小英男孩嗎 老實講我覺得真的 以練懂的年紀叫小英男孩 我覺得真的非常不對 頂多叫小英老頭 不可能叫小英男孩 但是我就覺得說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覺得 這樣會不會有點太全謀了一點 那郭董會這麼輕易上當嗎 人家準備哪裡去 等於公子獻頭 把你的頭去獻給蔡英文 來換取他自己的好處 郭董會這麼傻傻的 就這麼樣中人家的技嗎 我是真的很懷疑 但是問題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綠營自己分張分習慣 他們現在呢 這個我們的自由時報又在講 自信重返執政 勝券在握 來迎分船搶食大筆 朱王副總統 葛魁吳徵 吳徵立院龍頭 你看他說 傅崑琦可能要搶 立法院副院長 然後立法院院長 曾永泉 吳敦毅可能都要去搶 然後副總統行政院 是王近平跟朱立頓要去搶 真的是這樣嗎 大家都已經分好了 分得這麼漂亮 這樣子的分法 我就覺得很奇怪 有點怪 自由時報之前一直不是都報 最會贏的是蔡英文 對啊 那藍營哪來這種自信 那如果沒選上 你何必去分這一些 現在拜託八字都沒一票 藍營一定會當選 何況藍營自己內部到底 整合了沒都不知道 而且這幾個分數不同派系 你覺得他們會分得這麼清楚 大家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你坐這位 坐這位 都坐好嗎 我覺得這個有點扯 是不是因為你自己 自己這樣做 大家不要忘記 蔡政府當時是吃相難看 討厭民進黨 去年變成台灣最大黨 是不是你覺得說 原來台灣民眾討厭這些 那這樣好了 我們也讓國民黨也變成這個黨 所以我來抹黑你國民黨 就讓你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民眾自然而然會討厭你 我覺得真的 這個也是一個警訓 國民黨如果真的有人這樣想的話 那你們真的也會變成 全民討厭的政黨 你們真的自己要注意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郭董出來 到底會對選舉造成什麼變數 其實我必須說 這是7月19號全方位民調 所做的一個調查 如果是one by one 一對一 你知道 33.7對41.1 韓國瑜贏 沙咖都呢 柯文哲加進來 還是韓國瑜贏 然後柯跟蔡兩個很接近 然後如果是換 郭董出來 柯不出來 然後變成33.2 贏27.2 雖然比較接近一點 還是韓國瑜贏 那甚至變四咖在那邊衝的話 還是一樣韓國瑜贏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表示的話 那就變成說 郭董不管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最後結果 蔡英文會不會贏 因為蔡英文看起來 大部分都是第二名 可是看起來這樣子 出現的數字的話 都是韓國瑜會勝負 那不管怎麼樣 至少郭是不會贏 對不對 如果按照這樣的 我們不知道最後誰會贏 但至少看起來 郭是不會贏 那如果以前一天的 TVPS民調來看的話 三咖都 你看郭還是一樣不會贏 然後就是韓英 然後如果是細咖都的話 一樣 韓國瑜贏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 兩邊出來的趨勢是差不多的 是 所以這證明一個什麼情況 你知道 證明就是 我們不知道韓國瑜會不會當選 但是我們知道郭董出來 肯定是炮灰 對 所以現在誰建議郭董出來 你不是擺明就會害他 你不覺得這個意思嗎 還是你是基於他的錢財 你是基於他的廣泡費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建議他的人 顯然不是在為郭董著想 我覺得這是非常明確的一件事情 有華 我們看到 現在伊甸市突然之間說了一個獨家的訊息 說郭董要跳出來參選了 結果被郭董的幕僚給否認掉了 可是煉台生他卻無所不用其極的 想要拱郭董嗎 這不僅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他的目的為何 是想要裂解藍營最後 讓小英能夠勝出 他就變成了小英前面的小英男孩 還是說他想要自己做一個Keymaker 把郭董拱上去之後 自己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利益 我們先講郭董要不要參選 我提幾個指標 第一個 在郭董初選過程中 郭董曾經派了不少人 從什麼鄭州 從美國 從深圳 從日本 從其他地方 台灣所有縣市都有郭董的聯絡人 這個聯絡人是處理什麼事情 第一個 羽情調查 第二個 產業調查 第三個 就是對郭董直接負責 所以這些人派下去 當郭董說 當郭董在初選 敗選了以後 郭董去日本 可是這些人仍然在各個縣市駐點 蹲點 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解散 這個 我相信我知道的話 聯絡也應該知道 他是不是從這個地方看到 他覺得這些人沒解散 表示說可能還有後續動作 對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除了這些人問產業 請問 請問煉董 他在高雄 因為我最近接了很多電話 他們都講到 煉董在高雄投資的事情 煉董在高雄投資的事情 跟港區的開發政策有關 跟港區的開發政策有關 各位想想看 郭董有沒有說過 他要投資高雄 有沒有 兩個地方 有沒有說至少300億 至少300億 好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煉董要不要慫恿郭董呢 假如郭董不選的話 他也不去投資的話 那請問你土地開發利益的話 你還要看民進黨的臉色 你還要看民進黨臉色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郭董他想要下交 事實上 其實他內部是有三派 他們講一個激進派 一個緩和派 一個是且戰且走派 且戰且守派 現在截至目前為止 這一些人沒有解散 且戰且守 他們還在琢磨 他們還在郭董的身邊 就是還在籌博現策 但是且戰且走是要聽組合派的意見 那組合派我從前講過了 就是永齡基金會的這一批人 好 那主戰派 主戰派跟郭董的公司 跟且戰且走派跟永齡派的 完全不一樣 都是外圍的人 那這些外圍的人呢 那一天郭董敗選的時候 他們只講一句話 這位仁雄 那我講得出來 大家通通認識 我的名字我就保留好了 他告訴郭董 你要站到底 為什麼站到底 王金平縱橫政壇50年 朱立倫是曾經國民黨的 總統提名人選 他力戰蔡英文的人 你都能夠把他們這兩個打趴 再給你一個月跟兩個月的時間 你一定起來的 好 旁邊有人複合 有人複合就跟練董有關 練董說這個主意我們要不要看看 那隨即且戰且走派呢 一看是不是再等一個月跟兩個月 好 這個是第三層了 那第四層 那他們現在在幫郭董估計 我要連署到達35萬人 甚至40萬人 50萬人 那憑藉郭董的財力 能力 還有他各個註點的地方 他一定比柯文哲強 所以他說這些人 再把他給結合起來的話 你連署一定過 你連署一過以後 國民黨反而是要看你的臉色 而你不見得要看國民黨的臉色 所以這四層關係分析下來 當然練董就抓到了 這個內部的訣竅 就是立拱郭台銘 一定要出來把國民黨割裂 最近當然大家都在關注 這個所謂的清淤 就是蘇俊下水道這個問題 他還說其實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本分 那他也不會去浩大喜功 也不會去誇大旗旨 也不會去獵人之美 不會講說前朝都我做 他只是在做他的本分 問題來了 這個本分為什麼過去的 花媽陳菊市政府 做不到這件事情 花媽也提出一大堆數據 到最後大家所有人都親眼看到 他就是塞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花媽那邊又反擊了 也提出一堆數據 我們都有在做 其實是你們自己扭曲數據幹嘛 可是問題是 如果真的是這樣 韓國瑜真的都浩大喜功 都沒做事 那請教一下為什麼他到現在 在高雄市的民調 制度都超過四成以上 所以表示大部分的民眾 還是相信他有做事 相信你陳菊沒做事 所以陳菊 你與其提出數字 與其在那邊講這些便捷的東西 不如好好想一想 你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高雄只要一片樹葉掉下來 都可以黑韓國瑜 民進黨看到 現在在高雄屏東跟澎湖 支持度居然還有高達40% 這跟去年陳其邁 在選市長的時候 支持度是差不多的民調 你這樣看起來 郭董 柯P 他們還敢出來選嗎 我這樣說好了 郭董跟柯P要不要出來選 就我所知 柯P已經是確定 因為他在去年的10月 今年的4月 這兩次重要的聚會上面 郭董已經宣示 他會出來 只不過在找一個選擇的時機而已 但是這選擇的時機 就是看他背後的金主 願不願意大力支持他 他設定的大概是有三個金主 那其中 三個金主 其中最大的就是郭董 另外兩個是中的 所以他這三個金主 只要支持他的話 柯P大概他會出來 那至於說 郭董看到這個民調要不要出來 我現在告訴各位 郭董如果真的是 看懂了這個民調的話 他應該是沒有機會 他應該沒有機會 但是不是郭董身邊的智囊 而是外圍人士 就是那些抬轎的 截至目前為止不死心 所以這兩個人 好 柯文哲應該會出來 郭董是不死心 再說回來 你剛剛不是講一夜之秋 我現在告訴各位 民進黨他對付韓國瑜的方式 那是什麼 第一個先打誠信問題 第二個打韓國瑜的紅色背景 一個是誠信問題 誠信大概是代職參選那些等等 與市民有約等等這些 但是紅色的他會馬上拋出 況且從下個月開始 一個月辦三場 這麼密集 辦三場 他現在已經開始把我們先給抹紅了 把我們電視台先抹紅了 這個我在電視上面 我老早我就說了 只不過你們沒有當回事 你們沒有當回事 那第二個 他現在要打擊的是 韓國瑜所謂的鎮雞排 只要韓國瑜他親下水道 讓高雄市不淹水 讓高雄市沒有天坑 讓高雄市那裡有發展 對不起 他們那個對照組已經出來了 所謂對照組是說 韓國瑜講是良心事業 但是陳菊講 不是菊姐辦公室講 這個是黑心事業等等那些 你們有沒有發覺 過去當韓國瑜批評前朝的時候 他們幾乎不講話 就是菊姐辦公室 就是說那你誤會了 或者怎麼樣 但是現在你只要打正雞排 柯文哲都幫我證實了 卡科 卡韓 還有最重要的 你只要打正雞排 我就跟你對抗 然後第三個 這點比較重要 運用空軍 抹紅 抹黑 韓 韓網軍 這個是上面給我寫的 他說運用空軍 抹紅 抹黑 韓網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各位仔細去看 你PTT的那些帳號 現在是不是蔡英文的最多 蔡英文是韓國瑜的幾倍 各位想想看 840幾對20幾 我告訴你40倍 那換句話說 他現在的帳號 已經在開始不斷的轉變 不斷的轉變 他想運用這個空軍 我就先把你文三博 我就把你強強棍 我抹黑 抹紅 他會告訴強強棍 你寶貝兒子究竟在大陸做了什麼事 問文三博 你這個拭目魚是賣到大陸 是賣到什麼地方等等那些 我告訴你 那我講的不是笑話 慢慢慢慢的在網路上面就會出來 你不要打架 甚至說警察察署表情要給我問 聽不懂 聽不懂 但是那我跟你講 就是你們這些五虎將 他們現在也要開始 運用空軍來抹黑你們 好啦 別再打架了啦 好